乌尔战争即将戒满一周年 俄国原先计划在几周内轰轰动动 结束这场侵略 没想到却演变成仅一年的战事 回顾过去一年 乌尔上方共损失多少战力 希望盟国们要提供给基辅多少军备 火线热话题 带您深入核心 了解世界全貌 欢迎收看火线热话题 我是许卓星 今天要带您来关注 即将戒满一周年的乌尔战争 自从乌尔战争开战以来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节节败退 从一开始俄军全面进攻 快速夺下南部大城赫尔松后 乌军努力抵抗守住基辅 随后俄国则针对乌冬进行重点进攻 而在得到盟友的奥援后 乌军开始进行大反攻 陆续收回尸土 俄国接连失去重地 被迫转入战略防守 希望守住顿巴斯四周 而近日俄国再度赌回欧洲最大盐矿重镇 持续拉长战线 和平前景遥遥无奇 而在乌俄战争开打前 俄国被视为世界军事强国 拥有世界第五大常备军 包括90万常备军和200万预备一军人 以及每年659亿美元的国防预算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统计 自从俄军入侵后 俄国共损失预14万名士兵 降临阵亡20多人 武器和战车等军备缺点显露无疑 不过这场延烧近一年的战争 究竟消耗了多少军备呢 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分析 俄国损失至少2300辆战车 部分现代主力战车 则损率更将近50% 导致俄方需要依靠苏联时代的旧型战车 不过俄国的老旧战车估计还有5000辆 这也表示莫斯科还有本钱 可以打一段时间的消耗战 而乌克兰则因为掳获俄军战车 和西方援助苏联时期的战车 使得他们的战车不减反增 从858辆增加到953辆 不过乌军的战车部队规模 仍旧是恶军的一半 但在兵力如此悬殊下 乌克兰是如何一路沉到今天的呢 法刑社编列出乌克兰其大优势 其中也值得台湾借敬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武器弹药 专家指出乌尔战争带来的最大教训 就是弹药消耗太快 根本来不及补给 从小型到高端精准弹药 以及防空系统 都是盟友们尽所能的提供 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西方国家 提供给乌克兰的主要作战装备 在现代战争中战车一直是一个关键进攻因素 能够攻破敌人的防线和夺回领土 而近日美国、德国以及波兰等国 都决定提供现代化主战战车给基辅 其中美国决定援助31辆M1战车 德国援助14辆鲍2主战战车 芬兰、荷兰、西班牙政府也相继做出表态 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鲍2 英国也提供14辆的挑战者战车 而过去美国也捐赠100多辆的装甲战车 跟乌克兰使用 在空中防卫系统的部分 除了乌克兰原有的S300防空飞弹系统 美国的爱国者以及国家先进防空系统 都在战场上发挥优异的成效 数以千计的下一代轻型反战车武器 也被提供给乌克兰 而这些武器最主要用来一击摧毁敌方的战车 而由美国提供的海马斯远程火箭 再加上西方供应给乌克兰的弹药 使得该系统的射程高达80公里 远比俄国的龙卷风火箭炮系统更远更精准 它也被认为是乌克兰夺回赫尔松的关键推手 而第二点优势则是在这次乌俄战场上 小兵力大功的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被用于监视 瞄准和重型运输行动 目前俄军可确认的无人机共有五种型号 除了战争初期被大量使用的海英石和前哨3SV 主要用于前线空中侦察和监视 后期俄军更与伊朗大量采购建政者自杀式无人机 并搭配迁徙者无人机攻击乌克兰领土 而为了反制伊朗无人机 土耳其引以为傲的TB-2也投入使用 更在驻乌抗俄中一战成名 而第三和第四点分别是公开来源情报 以及人工智慧 公开来源情报指的就是利用通讯软体和影片来源 获取军队作战地点 当俄军用手机联系亲友时 乌克兰情报部门也能从中获取位置数据 而美国企业也透过人工指挥工具 将数据分门别类 有助于指挥官掌握俄罗斯军队的动向 第五点乌克兰灵活且分散式的指挥方式 也让他们在战场上获得比俄国更强大的优势 而最后两点则是乌克兰人的战斗魂 以及防控能力 再过不到一周 乌尔战争就将戒满周年 Gyoutube报道在去年12月征召的数万预备军人的支持下 俄罗斯最近数周加强攻打乌南和乌东 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证实 俄军的春季攻势已经正式展开 他更重申并不会放弃任何领土 而西方盟国也持续提供军备给乌克兰 为接下来的长期抗战做好准备 以上就是今天的火线热话题 也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消息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